为了协助国中小学弱势学童改善实力状况 新北市艳光生工会特别结合了 辖下特约艳光所举办公立配件活动 并捐赠了2100副配件兑换券 由新北市教育局长张明文代表受贞 最主要是偏乡地区的学童们 他们的医疗资源非常的短缺 经过这一次的计划之后 深受到偏乡地区八个地区的一些 国中国小的学务主任打电话过来 叫新闻门过去做一个事例的筛检 跟事例的讲座 我觉得这次的意义真的非常非常的重大 也谢谢教育局单位 给我们新北市艳光生工会 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我希望一年比一年还要做得更好 教育局长张明文除了回赠感谢状 感谢艳光生工会的善举 也表示会妥善运用这项资源 帮助有需要的弱势学童 让他们的势力不再恶化 去年在三奴区区捐了200付 效果非常好 对于弱势孩子整个的势力 帮助非常的大 让他可以看得清楚 不管在学习 跟整个人际关系方面 都会有大幅的一个成长 那当然我们今年也特别感谢 他们捐了2100付 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资源 透过我们的社工体系 能够帮助真正需要的一个弱势 跟低收入的孩子 毕竟我家里经济状况也不好 有了这副眼镜 我在上课的时候 也可以看得更清楚 就不用一直瞇眼 然后我的势力也有的 就是不会这样一直加重 对很谢谢教育局长 然后还有我们家长会长 帮我们争取这次的机会 教育局指出 即日起由各校协助申请兑冠券 受赠者攜带低收入户证明 眼科医师处方签及兑换券 就可以到新北市燕光森工会 辖下的51家燕光所免费配进 记者罗伦宏 陆英轩采访报道